大家好!我是FeeFee 我的心情還沒有好過那麼久 啊,大家! 我的意思是 我是Jack,誰要想? 我是JaeK,我選E,我而言 你知道你知道 這好漂亮! 這好一天 拜託! 站好 我不知道很多人知道什麼唱歌 她在唱歌 Anyway Anywho 今天的影片呢 你可以站好了 欸欸欸欸 其實我們的主題是 30歲危機 因為在亞洲的文化 很多人就是會有一種Go 30歲要有自己的事業 30歲要存到以前 我有30歲要結婚 30歲對我的人生來說是一個 我需要做一些事情 才可能覺得有成就 就是一個對自己小小的要求或是目標 所以我今天就想要討論一下 在亞洲的30歲 所以跟在西方的30歲 社會對女生或是男生的一些標準不一樣 我覺得差不多 只是台灣人比較會直接問你 欸你30歲啊 你為什麼還沒有結婚啊 沒有小朋友什麼的 我的國家他們比較是 可能會想 他已經30歲了 沒有生小朋友什麼的 但他們不會to your face 我覺得是可能我爸媽那一代 但是我覺得我們現在要30歲 還是已經30歲的人 已經都覺得我想怎樣就這樣 反正沒有到也沒有關係 當然會有一些人就像你一樣 就是會覺得 可能要想買房子 還是可能要想買房子 可是我覺得現在很多人 沒有再考慮到 買房子還是生小孩 大家就是要賺錢 存錢 很多人不想生小孩了 很多人又不想買房子 因為壓力太大了 也跟朋友也沒有討論到這個 就是 欸你快到了喔 小心喔 嗯我沒有 像在亞洲很多人 可能年齡是一個 尤其是女生 你出來要去外面別人問你 欸你幾歲 還是有很多人care說 三字頭這東西 就是大家會覺得 好老喔 在你們的文化你們會care 我覺得你都會知道 如果一個人30歲以下 你都知道 因為如果有人問你 欸你幾歲 他們都會說 你可以猜猜看喔 我都會記得我20歲 我姐姐25歲 然後我爸又對我姐姐說 寶貝 你為什麼要轉25歲 都會到那裡 那我都有記住 可是 我覺得是社會會壓力啦 特別是女生就會跟你 因為你從小到大 就是會跟你說 結婚啊 或是小孩啊 沒錯都是媽媽 去新年的時候都會問你 哎呀三十歲啦 你現在沒有穩定的工作嗎 或是你找男朋友說 欸那個男生 你30歲沒有穩定的工作 不要不要 我們會嗎 覺得沒有那麼多啦 可能有一些人就會覺得 欸你30歲 可是是你們會考慮的點 就比如說你要找另外一半 如果28歲可能OK 還給他一點時間 可是他已經31歲 可能他有穩定的工作 可能就是一個工程師這樣子 嗯 可是他沒有放入 沒有啊 因為你也沒有啊 所以你為什麼要去撈出太陽 可是這個在很多亞洲的文化來說 就是找男朋友 這個是一個其中的條件 那這樣是愛還是經濟的關係 嗯 我是比較希望我之後的另一半 沒有穩定的工作 因為我希望可以一起去旅行 對 如果他很穩定的工作 完全的工作就像說很無聊 對啊 也會覺得壓力一片 如果他已經很穩定 然後我沒有穩定 然後跟他在一起 會覺得裸差很大 然後我會覺得我一定要 你知道嗎 拿到他然後就慢慢的 可是這是我不想要這樣 我就會覺得沒有啊為什麼 反正他有OK 他沒有OK 在你們那邊不會說 比如說我交了一個男朋友 然後你們就會問他幾歲 OK 35歲 他有沒有車 當然我會問 因為想知道他是哪一種人 不是因為覺得他的能力不夠 比較是八卦吧 對啊 不會因為能力去判斷那個人是不是 我會問你說他什麼星座 幾點出生 哪一個城市 就你還沒有30之前 你有沒有一些goal 你覺得你30歲一定要完成 你那時候 其實我沒有goals 但是我30歲 前幾天跟男朋友分手 在一起快要七年 那時候我覺得 喔 30歲了 分手了 沒有房子 沒有車子 沒有男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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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點壓力 真的不一樣欸 因為我還沒有30歲 所以我可以試很多東西 就算不賺錢 就算我現在一個月拿1萬8 還是2萬塊的薪水 沒關係 反正我太年輕了 可以試所有的機會 然後30歲前一定要做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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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當我30歲那天就 就覺得 沒有一個目標是我 之前setting想要達到的目標 我沒有一個goal是有達到我的目標 但是呢 我累積了很多很多經驗 我有一點小小的成就 就是我有一個頻道 我因為我慢慢的往我想到目標前進 從中間累積了很多不一樣的經驗 跟不同的感受 這個我覺得是一個goal是吧 就是達到某一種對自己的提示 那你覺得 如果你現在 你不是住在台灣 你覺得你會在哪裡 你會在做什麼 在英國工作啊 我做什麼工作 我什麼也好 如果你在麥當勞工作呢 應該是不會到麥當勞啦 我還是可以講中文 所以一定有辦法 找到一個比麥當勞好 Bugger King 你呢 應該在比歷史我是在英國 因為比我家人比較近 那你覺得從20歲到現在轉變到30歲 你覺得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你的思維場面 因為像我最近我很大的感觸是 我在看照片 是我在看CCT 我記得我可以用手機看我家裡的CCT 她很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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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需要這個 她在家裡追蹤著媽媽 她在家裡追蹤著媽媽 Facetime 反正 我就是會發現 爸的頭髮 好白喔 我感觸就是很深 就會覺得 哇 好像錯過很多東西 可是我覺得這也是因為我們是在國外發展的人 不是因為年紀的關係 因為你如果住在馬來西亞 你30還是沒有30 你不會覺得你沒有陪伴 因為你可以隨時開車回去 但是我一年回去一次 然後我覺得每次可能回去六個禮拜 然後我會一直在我姐姐家 然後我看我媽媽和我爸 然後我覺得如果我住在比利時的話 我可能住比較遠的地方 我可能會看我爸一個月一次 所以其實我住台灣 我覺得我看他的機會可能更多 可是 嗯 我知道我有一個問題 我不喜歡 the idea of having a goal 為什麼不 因為 因為你小時候 每個人都告訴你 你必須知道 你18歲 你必須知道 你必須知道 工作 你必須知道 你必須知道 你的生活 但我覺得 你只要想到我要這個目標 你就會限制很多東西 因為你就會專注到 我一定要做到這個東西 然後就會讓很多機會 就是你沒辦法去看旁邊 因為你就會 你的慢就會去 我一定要做到 比如說30歲 OK我28嘛 我還有兩年 我要做到這這這這這 所以我就會給我自己很多壓力 也會讓我覺得很懶惰 因為那個壓力會讓我很害怕 所以不想去做 所以我就不喜歡 很多人就會問你說 啊那你現在 你有什麼夠嗎 我就覺得你不知道 你根本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事 每天都可以改變 我以前想來台灣 我現在就想離開台灣 所以我不喜歡就是 夠這個東西 為什麼一定要有一個 很明確的方向要做 你做到然後內 你會一直想要往上爬 所以其實 為什麼一定要 讓你自己有這麼大的壓力 就是 你比較活在當下的人 因為你如果不活在當下 我覺得 在現在的時候 會沒有辦法 我覺得疫情之後 我就覺得 沒有 但是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你設夠 會吸引更多 跟你相同夠機會的機會 我認為 有什麼不一樣的 人們也相對相對 對 他們都相對相對 對 那些人有孩子 那些人有家 那些人有新車 那些人有新車 我們每次都在競爭 我們都在競爭 我們都在競爭 但是我經常都在競爭 人們不知道 你競爭到競爭 就是死 對 你競爭 你競爭到競爭 我想要做這個 然後你… 然後… 在競爭 你會死 我感覺到時候 是真的 可以休息 我感覺到 我感覺到 COVID真的做了 我 沒有問題 你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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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遠會知道 明天 你會死 你會死 如果沒有 你會死 就好 如果你做 我看到阿里說 人生是一天 你生死 你死在一天 你活在一天 昨天是死 明天是死 明天 可能會發生 我爹爹說 明天一定會來 明天 因為明天 明天是明天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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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你現在 好 興趣 為什麼我們30歲的話題 變成 購物的解釋 你一開始啊 你第一個問題就是 你有沒有30歲的購物 對 數字的對門說 是一個東西嗎 真的嗎 我現在已經31歲了 我記得我25歲 然後我姐姐就說 31歲 就說 怎麼那麼老喔 然後如果她跟她朋友出去 那時候會想 會好玩嗎 剛剛自己去跟很多個好朋友一起去菲律賓 我覺得 超級好玩啊 有小孩還是很好玩 對 對 對啊 對我覺得每一個人經歷 反正每一年 每一個時刻 每一天 你們都會學習不同的東西 然後你都會成長 不同的年齡 不同的階段 你的思維 你的思想 你的想法 你的感受 都會不一樣 可能我35歲 我就可以接受所有的水果 沒有 哇 太深了 有客人啊 她會吃很多果物 大家 我覺得年齡 真的對我來說 現在我31歲 真的是一個數字 我覺得最重要 你們要記得就是 自己跟自己比較 不要去跟別人比較 不要去看別人的生活 怎樣怎樣 然後你要怎樣 你要去問你自己你想要的生活 什麼跟自己比 不是跟別人比 不管你有沒有達到你的目標 你一定會累積非常多 或學習到非常多不同的東西 來提升你自己 不管是個人的想法 個人的感受 個人的思維 我覺得一定會有一些成長 雖然不是你自己想要的 或是你之前當下設想的目標 但是它會遇到你去不一樣的東西 你會累積不同的感受 加油 我們都可以獲得更好 更愛自己 更深 有深度 OK 那我們今天這支影片 就差不多到這裡囉 拜拜 拜拜 拜 記得訂閱喔 對喔 你要不要再唱歌一次啊 我們唱歌回家 我們要唱什麼歌 那個啊 那要看一下 我要吃蛋糕 我想吃蛋糕 你吃蛋糕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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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 我昨天吃蛋糕 你怎麼吃蛋糕 你昨天吃蛋糕 你給我吃蛋糕 那是兩天前 那是只有兩天 天啊 她吃蛋糕 她做了一天 我可以吃很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